字幕志愿者 杨茜 大家好,我是社长杰米欣业向 大家好,我是杰杰大师任有潮 OK, this is animals, fighters, here we go, and think big, start small. 其实我曾参与的CDB21届赛生 虽然说有点遗憾,但是我觉得收获更多于可惜 因为在其中我学习到的各种方法论 比如说那种文献搜查 还有一些调查研究的数据处理的方法 这样子为了助力未来更多的CDB出现巅峰 就是我觉得也有必要 然后就将我所学到的这些经验和教训传输给他们 那么当然了,这也给我提供了一次领导 大家和带领大家一起发展的一个机会 就是共同提升自我 然后更是锻炼了我的自身的一个展示技巧 然后不再害羞 那么这也是我为什么决定成立CDB社团的一个原因 所以呢,关于CDB社和其他社团有什么不同的一点 CDB它虽然讲究去讲究逻辑 怎么讲讲究去做presentation 它更讲究的是你怎样去获取知识 它搞究的是一个人 从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最后到实操的这个过程 它是见证了一个人 从零到无穷的一个发展过程 所以这是我认为最大的一个区别 我们CDB社呢,总共有好几个小的 然后我们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家庭 我们在里面 基本而言我们是不同的一些课题 当然之间有创造性了 然后我们在里面可以说是完全没有进程性 我们是完全抱着互相学习,互相合作 互相一起其乐融融的成长的一个形态 一起把这个设法 把这个CDB的比赛办得越来越好